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番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由大导演王金 一部集警匪帮派叠战为一体的动作片《黑白迷宫》 是不是自然而然的想起了黑白森林和黑白战场 的确如此,这部影片是王金导演黑白系列的收山之作 故事开始,男主角是一个混进黑帮的卧底警察 几年下来非常得老大的信任 某天男主角的大哥接了一个胖子带来的订单 胖子还讲述了一个大事,黑帮之间起了内讧 原来老大在开生日party的时候,觉得人少不热闹 于是叫来自己的爱将光头 爱将光头又带上了自己的爱子小变态 小变态在随地大小变的时候,发现了有个美女在泡澡 可是美女不是那随便的人,于是两人争执了起来 美女最后直接在大浴缸里飘湿了 然而这个美女并不是别人 那是老大最爱的小老婆 老大当然气傻了 这个缺心眼的小变态不能留 于是他们找到了男主角他们一伙人 男主角的大哥听了这件事后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于是他找来了自己当年一起混社会的小兄弟 一号兄弟叉烧饭,现在混得比较落魄 在卖叉烧饭 这个兄弟因为早年陪大哥混社会的时候 废掉了一条腿 所以他的老婆看大哥不顺眼 可是一号兄弟忽略了这些 毅然决然的决定陪大哥出山 二号兄弟小胆是个小鲜肉 虽然什么都不会 但是他会尿裤子啊 这到底是一支什么队伍啊 幸好三号兄弟隆重出场 山鸡哥 四号强哥是个妹子 是大哥的亲生女儿 他们几个人浩浩荡荡的白衣飘飘的 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却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 在逃出警察包围的过程当中 插烧大哥的另一条腿也废掉了 男主角的大哥劝说他们拿钱走人 结果所有人都拒绝了 于是山鸡哥派出了自己的老婆 去色诱小变态 可是当他们闯进了小变态的家 屋子里什么人都没有 结果他们回家一看 小胆和叉烧饭也不见了 山鸡哥表示 几个人里面肯定有内鬼 而且怀疑男主角 男主角表示 透露消息的胖子才最可疑 一群人去了胖子家吃饭 胖子分分钟就表示 自己是卧底 几人又去了小变态的家 没想到小变态正在跟鸡哥的老婆 不可描述 而且还是老婆自愿的 在争执之中 鸡哥手刃发漆 这时他们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一个圈套 小变态根本没有欺负大佬的老婆 大佬只是享用机 灭掉男主角这群人 因为他已经知道 这些人中间 有一个是警察的卧底了 大哥一猜就知道 卧底是男主角了 结果他却舍不得下手 把男主角锁了起来 带着小变态 去旧叉烧饭和胆小鬼了 没想到光头哥在这个时候 谋潮篡位 把社团大佬弄死了 结果大哥舍命换回了叉烧饭 在拥抱的时候 却被叉烧饭直接一枪打死了 果然这个配角没有那么没用 最后所有该死的都死了 男主角及时喊来了警察 成为在场的唯一幸存者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